我们将到最底下 会有严重的罪 卡丘吉已经自行离开领事馆了 不过根据土耳其取得约11分钟的录音档 证明卡丘吉是在沙国领事馆内遭到残忍杀害 根据土耳其的记录 沙国曾以专机派出包括法医在内的专业团队 到土耳其出任务 时间正与卡丘吉遇害期间吻合 而且令人毛骨悚然的是 依照录音解码 卡丘吉一进去 就被带到沙国总理事艾尔欧塔比的房间 经过酷刑后 被驾上台子活生生肢解 其间卡丘吉垂丝残叫 总理事还下令放音乐盖过残叫声 卡丘吉从进入领事馆到死亡 只有短短的7分钟 两个小时后 一辆疑似载着卡丘吉残余的车子 开离领事馆 由于执行任务的人士非常专业 又发生在沙国领事馆内 美国总统川普除了派国务卿庞比欧 到沙国面见国王萨尔曼 还亲自打电话给国王 因为暗则发生在土耳其 托其总统埃尔断以下令搜索沙国领事馆 不过沙国拍出国家级的专业人士处理 托其只能试着找出有无毒物或涂料的残留 由于沙国国王与王厨都说不知情 总理事埃尔歐塔比又被紧急召回国内 外界平息 全岸可能会走向恶棍杀手 擅自出勤 并且误杀的方向发展 国际通信 综合外电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